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地线 让你变成立财Superman 礼拜五台股今天其实在平盘附近震荡 那一方面也是因为昨天晚上 美国独立纪念日 所以呢修饰 那美股修饰 那台股就不太容易自己表现 当然啦你说台积电线刚上千金股 所以你要他在一直喷一直喷一直喷 然后直接喷到1500块钱 说真的难度比较高一点 那反而是今天台积电先稍作休息 很多的资金就开始乱跑 开始扩散出去 所以今天的行情感受度 反而会比昨天还要来得更好 而我们手上的持股 除了昨天我们在早盘的时候 有买进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昨天就已经攻上涨停锁死 在今天又攻上涨停锁死 所以连二拉二 而这档股票是什么 我们等一下节目上面会公开来给大家知道 另外还有一档 我们有跟大家提过的副爸爸小金基 在我们录影的这个时间点 应该就是差一点点要攻上涨停板 不过一样啦 因为他昨天已经涨停了 今天静观情趣 而且他的股本相对的比较大一点 所以不管他有没有涨停 至少在形态上面还有动能上都是非常强势的 而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上面 也才跟大家讲说 小金基虽然昨天涨停 但是才刚刚开始 那这类型的股票呢 说真的你要他喷出去以后才要来追吗 这个速度都会有一点点慢 成本也比较没有那么漂亮 所以呢 对于这类型的股票的操作啊 你应该是早就该在车上 而不是等到他喷出去的时候呢 才来思考说 哦 我们到底要不要追上去 在今天的正片开始之前 一样提醒大家 帮我们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你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节目 还能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一样先把这一个 近期国际股市一些比较重要的资讯 来跟大家做追踪 首先就是联准会有公布最新的会议记录 而这一份会议记录 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 联准会在开会嘛 这些委员到底在会议上面 表示了什么样的意见 然后呢 他们提出了什么样的观点 都会被记录在这份会议记录上 那这份会议记录呢 其实要传递的几个讯息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大部分都已经帮你整理好了啦 然后投资朋友如果没有看到的话 我们在节目上面帮大家追踪 首先第一个联准会呢 认为这一个通膨是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也就是我们在节目上面一直跟大家讲的 通膨维持在下降的趋势 这一个观点是明确的 但是联准会呢 说下滑的速度不够快 所以现在的通膨 虽然是在降温的趋势 都没有改变 可是因为它降温的速度没有这么快 所以呢 让联准会其实还没有非常大的信心 在现在要马上调降利率 那什么时候呢 可以开始僵息 你需要有更多的证据 需要有更多的数据 来强化联准会呢 认为通膨呢 有机会可以来到2% 目前联准会认为 这个通膨应该会在2025年底的时候呢 来到2%的水准 那你说2025年底 距离现在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所以通膨降温的速度会非常非常慢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联准会不急于降息嘛 那另外呢 我们还要关注到的是 联准会怎么看未来的经济 目前联准会里面的官员 对于前景 就是人家说就是经济的成长状况啦 看法是比较分歧的 因为呢 有一部分的委员认为啊 虽然现在的通膨在降温 可是呢 因为现在降温的速度不够快 所以呢 你应该要让这个利率 为止在相对比较高的位置 那你利率为止在比较高的位置上的话 你对于就业市场 对于经济成长率 一定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压力 那大部分的委员呢 他们有一个共识是什么 虽然呢 他们认为这个 对于经济的前景有不确定性 对于降息的幅度跟时间点 也没有共识 可是他们唯一有共识的是 大部分的委员都认为 目前的利率是具有限制性的 那目前的利率具有限制性是什么 好消息呢 就代表呢 其实不太容易升息 那现在只要不太容易升息 就只是看降息的时间点 在什么时候 以及今年到底是要降一码 还是降两码的差别而已 那只要呢 在真的开始降息之前 市场呢 都会被这些货币政策的方向呢 左右摇摆 如果呢 今天忽然大家认为 要降两码的几率高一点 那股市喷的几率就大一点 因为大家认为资金比较宽松 那如果呢 市场呢 现在共识往的是什么 降息只有降一码的这个方向走的话 那股市可能就会比较有压力 因为呢 你的资金 这个货币政策 就是比较紧俏一点嘛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股市 常常会随着这些官员的谈话 左右摇摆震荡来震荡去 就是因为市场的共识正在调整 那在接下来呢 一个观察的重点 就是在今天晚上即将公布的非农就业 因为目前通膨 竟然已经确定是在降温的趋势 而降温的趋势没有改变 联准会有两个目标 第一个就是维持物价稳定 简单来讲通膨空置在2% 第二个就是维持就业极大化 那现在美国劳动市场就业有没有极大化 事实上是有的 目前的美国劳动市场 还是相当具有韧性 可是呢 既然联准会官员认为 目前的利率呢 具有限制性 他们希望看到是通膨降温 通膨降温呢 你伴随而来的就是失业率应该要上升 我们不能说联准会希望很多人失业 可是是在整个总体的环境里面来去做观察的话呢 具有限制性的货币政策 你应该要观察到失业率上升 如果你没有观察到失业率上升的话呢 代表现在的利率还不够有限制性 所以在接下来呢 我们再关注劳动市场这个心力啦 还有那个权重要放的重一点 原因就是因为呢 只要失业率它没有上来 劳动市场没有放缓 那通膨要降下来的速度就会很慢 大家想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嘛 当今天呢 劳动市场很强 是不是代表老板要花更多的钱 要花更多的薪水去聘用员工 那这些聘用薪水 聘用员工的薪水不就是老板的成本吗 那老板的成本他会自己吞下去吗 怎么可能哪一个老板 要把自己的这个成本吞下去 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些成本 转嫁给消费者嘛 所以商品就越卖越贵 那你商品卖的越贵 这不就是通膨吗 所以劳动市场不降温 你通膨很难降下来 特别是在服务业的部分 所以啊 接下来我为什么我们要去关注 劳动市场的原因 就是呢 我们要去看看到底这一个就业的状况呢 有没有慢慢的开始降温 如果就业状况有降温的话呢 才能够呢 强化联准会在今年 做预防性降息的立场 这个故事我们先跟大家讲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我们也一样要来持续做追踪 好不好 这个是在会议记录上面 我们得到的一些重点 来帮大家做整理 再来回过来到台股的部分的话 今天加选指数呢 一样又创了一个历史新高 可是因为大家会发现 台积电现在来到千金股之上 它跳一档就是5块钱 跳5块钱对台股指数的影响就是40点 所以你会看到台股怎么好像一下红 一下黑 一下红 一下黑 一下红 一下黑 那个红跟黑啊 就是台积电现在是1010还是105 或者是1000块钱 那跳一下就差40嘛 那你说这样是跳来跳去 台积电的跳动 对于指数虽然影响40点 可是呢 它对于其他股票的影响大吗 说真的并不大嘛 因为台积电跳一档就是40点 所以你就把这个40点的波动给忽略不计就好了 那我们要观察的是什么 我们要去观察今天的涨跌的结构到底健不健康 指数虽然呢 在平盘附近震荡嘛 我们说的就40点的震荡 可是今天的结构其实是漂亮的 因为上涨的加速在上市公司呢 有700间左右 而下跌的加速呢 只有385间 所以指数大概在平盘附近 可是上涨的公司上涨的股票比较多 这个时候呢 操作的感受度就会比较好 而且在上市公司呢 有27间公司涨停板 这不就呼应了我们前面跟大家讲的 大量的资金开始往少部分的股票挤的时候呢 很多的股票就会轮动喷出 所以台积电今天没涨啊 鸿海也没什么涨 联发科也没什么涨 联发科跌嘛 所以很多的资金在做移动 那在移动的过程里面 只要跑到了一些呢 小型股 中小型股上面 这些中小型股动不动就喷涨停嘛 所以上市公司有27间涨停板 那我们再看贵买指数 贵买指数呢 更明显 加薰指数今天在平盘附近震荡 可是贵买指数创一个历史新高 而且涨幅高达1个百分点以上 涨幅高达1个百分点以上 一样我们先观察一下涨跌的这个结构 上涨的加速659加 下跌的加速303加 而在上柜的公司里面有30间股票 30间公司30档股票 怎么样 工上涨停板 所以在今天全台股有50几间涨停板 这个东西不就是呢 我们一直告诉大家的大量的资金 往少量的股票起 就怎么样 出标股嘛 那这样子的资金轮动过程里面 就是我们能够去把握到的行情 这样子的观点 我们不是今天讲 也不是昨天才讲 我们从上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一直把这样子的逻辑线 先跟大家做一下 提前 我们应该说是提前来跟大家做一下分析 而不是等到今天 我们看到了贵买指数真的大涨 我们看到了50几间公司涨停板 然后我们才说资金要开始轮动了 这样子速度就有点太慢 当我们已经预期到在可以预期的未来里面 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境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早点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看到这样子的现象 它只是在印象我们前面的观点 而在目前涨跌的这个结构是好的 所以资金轮动是良性的 资金轮动良性的话 代表这个行情有机会能够延续下去 因为这些聪明钱能赚到钱 他们能赚到钱就会想要赚更多钱 那这些聪明钱呢 会把一些比较贵的股票卖掉 获利了结 转进一些低位阶 还没有涨的股票 这个就是一个良性的轮动过程 所以目前看起来台股也没有崩盘的迹象 美股也还在创新高 这样子良性轮动的过程 它就会延续下去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把握的一个获利的机会 我们把逻辑先跟大家交代 多头结构没有被破坏掉之前 大家在操作上面都应该要偏多思考 当然啦 不是all in吧 我们一直讲了 现在呢 你要all in 说真的压力有一点大 但是呢 你在这个位置上面 居高思维还是要有 居高思维的心还是要有 只是多头结构没有被破坏掉 顺势而为 顺势交易 我们要做的呢 心态上面都还是要偏多操作 好那我们昨天买新的股票是什么呢 我们既然讲了嘛 心态上要偏多 我们要去买什么 买一些位阶比较低的 买一些呢 现在题材还没有被其他市场上面的人发现的 我们买了什么 我们昨天买了6133的金桥 一开盘15分钟 9点15分 6133金桥 我们在16.9到17.6附近买进 买在哪里 其实就是这个啦 而且严格来讲 我们应该是在前天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关注这间公司 为什么 因为它呢 打底超过一年 所以金桥是前年的大标股 是前年的大标股 然后呢 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面都没有涨 可是呢 我们观察到了前面在上礼拜的时候呢 这也不是上礼拜 这应该是这礼拜一 这礼拜一的时候呢 拉出一根涨停板 一根涨停板不能代表什么 可是我们观察到的是什么 我们观察到 它的筹码集中度怎么这么高 怎么这么高 然后我们再去看了一下公司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的法说会 我们必须讲它法说会讲的蛮烂的 但是呢 这间公司它在法说会的简包上面 有提到它的下一轮在今年预期的布局 那这个布局不管是在海外的扩厂 马来西亚厂的扩厂 因为马来西亚厂 金桥的马来西亚厂在2023年的时候 就做小量市场 在今年呢 就会开始大量的去做投产 那你大量投产就会贡献在营收上面 所以我们观察到了 基本面确实是有它的题材跟故事存在 那另外呢 形态上也底部打好 股价占上所有均线 筹码呢 看起来集中度又高 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看到的股票吗 所以呢 震荡两天 我们呢 看到了第三天 点到五日均线 开盘开得不错 9点15分 我们就开始进场 买在这个位置上面 买完昨天股价呢 慢慢推慢慢推慢慢推 到了中午之后呢 就工上涨停锁死 工上涨停锁死呢 我们要急着卖吗 不用嘛 我们说过了 大家有一部分的 应该说是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有一个坏习惯 赚一点点就想跑 那结果呢 你后面的都没赚到 所以呢 我们精巧昨天 买进以后 我们到涨停板会卖吗 不会卖 当然你想卖你也卖不了 因为呢 昨天这只股票 它是没办法当充的 这只股票是没办法当充的 所以昨天你买进的会员朋友 你一定都能够报到涨停板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就不能卖 这只股票不能当充 你昨天买进 你根本就不能卖 那到了今天呢 扫盘的时候 虽然应该是我猜 应该还是有一些 隔日冲的卖压啦 还是有一些隔日冲的卖压 敲下来 结果呢 敲下来 可是问题是我们说 它的筹码呢 集中度相当的高 慢慢拉 慢慢拉 就拉上去 到现在呢 已经攻上涨停锁死 所以你昨天买在这个位置上面 吃到一根涨停 今天再一根涨停 两天的时间 其实你的资金周转率呢 获利就来到了将近20% 没有到20啦 将近20% 那你说这个位阶勒高吗 说真的一点都不高 你把它拉成周线 你把这个日可以拉得更长一点 你会发现 它的位阶还是低到不行 所以有很多的股票 你要等它喷上去的时候 你才要去追吗 当然啦 你这样子的话 你输赢也比较快嘛 一翻两瞪眼嘛 不是涨停 不是大涨 就是大跌嘛 那可是如果你能够在相对 比较低的位阶去做布局 或者是他刚表态的时候 你可以去做取舍嘛 他刚表态的时候 你去做了研究 那你在一个相对风险报酬比 比较漂亮的位置进场 你操作起来压力也比较不会这么大 所以这间公司 我们的会员朋友手上有 那他的缺点是什么 他的量比较小一点 他的流动性比较没有那么好 虽然他在喷上去 他在前年当大标股的时候 他那个成交量可以滚到万张以上 可是现阶段 他的挂架说真的不够厚 所以他最大的问题是流动性没那么好 但我相信这个问题随着他涨上去以后 流动性的问题就会缓解了 而金桥他的优势在哪里 他的筹码非常的干净 非常非常的干净 所以当然了 我们先讲 不是鼓励投资票在这个位置上面追 你如果在现在这个位置上面买的话 你跟我们的成本是差了十几% 如果后面真的他要去做修正 或者要去做压回测试 我们可能守停力 我们可能赚15% 我们可能赚10% 我们就卖掉 但你如果在这个位置上面买 你是有可能会赔钱的 所以我们先讲 不是要大家去买 而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交易逻辑 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分析师的工作 我们一直强调了 我们是希望能够 让会员朋友操作起来 心情比较轻松 不要有这么大的压力 我们就不要去追那些 已经很高的股票 不要去硬追 有些股票的位阶还比较低 我们希望能够帮大家带来的是这种股票 所以我们选择去买这种位阶比较低的 市场还没有发现的故事 我们先帮大家抓出来 所以两根涨停板就收到了 下礼拜会不会继续涨停板 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继续涨停板 如果真的没有涨停板 或者是股价开始去做震荡休息 我们就照着纪律来去做操作 因为交易不需要有情绪 该买就买 该卖就卖 好不好 这间公司我们手上连二拉二 我们期待后续的股价 还能够继续往上推高 另外还有6189的封易 也帮大家追踪一下 封易这一波倒也在涨什么 说真的 其实这个基本面的题材完全没有改变 我们讲过非常多次 而股价动能开始往上走 动能来源是哪里 部分是来自于投信的买盘 投信为什么会买 投信会买一些烂公司吗 大部分的时间是不会的 所以投信会开单去买一定是这间公司 它的基本面是相当不错 那你说他前面没买 现在开始买是什么意思 你这个要去问投信了 我们又不是投信 我们怎么知道 但我们能知道是这间公司的基本面 在我们从过去一直到现在的研究 都是非常好的 那么你说股价在这边突破上去 来到了113 获利了解卖 今天让股价跌了将近半根跌停半 要不要卖 说真的 它有跌破五日均线吗 没有 可以再观察一下 它没有跌破五日均线 我们就说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该买就买 该卖就卖 不要看到它跌4.5%跌了将近半根跌停半 就觉得哇好害怕 现在会害怕的是什么 你去追高 你买在110块以上的 你现在才会不舒服 那你成本呢 如果像我们一样在90几块的 90块的 你说真的 这个地方我们要做的动作 就只是守好庭力而已 所以我们再一次的强调 给大家一个观念 股票不是拿来追的 你有很多的股票 其实是可以买在横盘整理 或者是刚开始发动突破的 那你呢 已经前面已经涨了这么一大段 你才打算要在110块以上买进 那你短线上面呢 你面临到的压力跟风险 就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这不是我们要代货员没有做的 那我们呢 在这个位置上面 重要的是什么 收好庭力 如果跌破五日均线 我们可能考虑会调节一下 那目前呢 股价没有跌破五日均线 为了避免我们卖非好股票 所以咧 我们呢 就是照着规划去做执行 不需要被这些股价波动影响 那会员朋友很简单 你就是呢 跟着我们的讯息操作 那如果你是呢 有跟着我们去买到风力 而且你抱到现在的投资朋友的话呢 我们也先把我们的交易策略 先跟大家做一下交代 这样至少你在操作上面 你也有个依据嘛 然后不会觉得说 好像季老师要偷偷卖啦 然后呢 卖了又不告诉我们 没有啦 我们没有那么坏心 我们希望是大家能够一起赚钱 所以呢 会员朋友 我们会用讯息来跟大家讲说要怎么操作 一般的投资朋友 我们也先把交易策略 来跟大家提前做一下分享 好的 那再来的话呢 其实我们在昨天有跟大家提到嘛 就是我们6月18号的时候呢 全体会员朋友都买进了一档 富爸爸小金基 那一定有投资朋友呢 猜到这间公司是什么 如果你有拿我们最新送的这个研究报告的话 你也一定知道这间公司是什么 昨天涨停版 今天差一点点涨停 但还没涨停 我们希望它能够涨停 那这间公司它在接下来7月中下旬的时候会有一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要怎么去做处理跟应对呢 我们在这个简讯上面已经跟所有的会员朋友交代过了 那我想这间公司就是应该在在在大家迟早都会知道这间公司是什么啦 那它后面的故事我觉得也是蛮精彩的 所以那至于这间公司到底还能不能买 我必须讲我认为啦上方股价空间还蛮大的 我认为还蛮大的 那这个就是投资朋友你自己要去斟酌一下到底要不要买嘛 那会员朋友就跟着讯息操作 而这档富宝宝小金机上个月买进 你说差这两个礼拜的时间 股价没涨甚至还缓跌 那缓跌的过程里面呢 说真的前天的时候还是 前天前天的时候我有一个会员朋友还在跟我讨论说 老师啊这间公司它股价这个礼拜表现没那么好 那跌破均线以后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先出厂啊 应该是不是要先卖把资金收回来手上 我跟他讲说好像不用吧 为什么因为这间公司我们就是做一个波段的持股嘛 当初我们进场的时候就是做一个波段的持股 而我们也知道它在年底之前应该会有什么样的故事会发生 所以我们当然是选择抱着嘛 因为我们有了规划有了观点我们就是照着它执行 所以投资朋友你不需要一直问 你去问了多问无意 多问你可能只会干扰我们思考 如果我们不小心呢怎么样 听了说好像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该停止 我们心里面开始犹豫了 不小心把它卖掉 不好意思这两天将近两根涨停板完全做不到 完全错过 所以有的时候不要自己下自己 太多的杂讯 市场上面太多的杂讯了 你不需要自己再给自己制造杂讯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所以呢我们呢为什么会报到现在 一张都不卖 全体会员朋友手上都有 昨天涨停板 今天呢又快要涨停板了 那这间公司上方空间还到不大 我们认为上方空间还很大 而且呢股价应该在后面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那这间公司是什么呢 应该就是我们说的嘛 你有拿研究报告的投资朋友 你都知道了 而这份研究报告 我认为7月份 就类似半年报 昨天也提过了 上面有很多的重点是大家必须要去做留意的 我们会跟大家提到说台股的关键变化是什么 以及我们从景气循环的角度 以及从产业上面的观察 我们到底要怎么看台股在今年下半年呢 这个我们的交易策略要怎么制定 所以我们写了四大方向 第一个告诉大家台股的利多到底在哪里 这波涨上来很多人都觉得是泡沫 但其实不是泡沫 可是呢只有利多吗不可能吗 我们这个正反俱成 该讲的都要讲 所以台股也确实是有隐忧 所以我们呢 把台股的隐忧也跟大家先做一下报告 那再来呢 我们综合以上的观点 有没有哪些产业是值得我们特别去关注的 台股有太多产业了 你要乱枪打鸟太辛苦 一个人能做的研究就是这么有限 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 下半年你应该要观察重点产业在哪里 最后的话呢 我们也有一份精选股中的精选股的清单 我们的这个负报吧 小经济就在上面 如果航行逐渐震荡 你应该要优先去观察哪些公司 我们贵金不贵多 我们不用做什么30档的选股 行情好的时候 我们做多一点的选股 让大家可以有多一点的股票去做参考 这件事情OK 可是我们已经知道了 现在的行情比较震荡 操作难度又比较高 所以我们在选股上面 要先帮大家把范围缩得非常非常小 所以在接下来 如果行情要出现震荡 甚至是回档修正的时候 有哪一些公司 它在拉回的过程里面 你应该是要找上车点位的 我们都在这份研究报告上面 来免费跟大家做分享 这份研究报告 基本上有三页 内容很满 因为大家也看到字很小 我们写了真的三页 这些东西是我们在这段时间做的研究 把研究的想法跟逻辑 来跟大家做一下描述 让大家知道为什么 我们对于行情 会是这样子一步一步去做规划 以及我们在操作的逻辑是怎么想的 最后盖起来这边 就是我们的选股 那个富爸爸小经纪就在里面 有拿到研究报告 我们说过你百分之百 一定知道这间公司是什么 为什么会百分之百 我们以后再来跟大家讲 我们把这个红色拿掉以后 大家就知道 为什么你一定知道 富爸爸小经纪是什么了 我还是蛮建议投资朋友 因为这份研究报告 是我们免费送给大家的 这一份研究报告 也是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 跟时间在做研究 我们蛮乐于把研究成果跟大家分享 所以既然是不用钱的 大家也就是加减参考一下 我认为这份研究报告 放到今年下半年 应该都是适用的 应该都是适用的 所以这份报告拿到手 不太会吃亏 选股要不要买这件事情 大家自己斟酌 但至少上面的观点 我认为参考的意义跟价值 相当相当的高 希望大家都能够先把这份研究报告 拿到手上 不知道怎么拿的 我们群组里面都有连接 你就可以登记 登记完以后 我们助理确认你是本人以后 我们就会把这份研究报告 送到你手上了 最后的话 就跟大家聊一下心态 我觉得大家进来股市 都是为了要赚钱 这个是我们在很久以前 LINE上面有跟大家分享过的心态 你来股市里面要赚钱 很多人看到行情涨了这么多 可是这波行情可能赚的不够多 或者是股票没什么爆发力 为什么 原因就是因为方法不对 现在台股打的就是资讯战 而且是看谁的资讯可以拿得越快越好 所以越来越讲求专业 你过去你可能只看技术线 你可能自己稍微看一下筹码 看一下法人的进出 你就能够做出不错的绩效 可是放在现在 如果你只会这些的话 很显然是不够的 而且现在的股市要打群架 一个人能做的事情真的太少了 你一天就是20小时 扣掉睡觉扣掉吃饭 你一个人能看的公司 看的产业 看的研究报告 真的就只有那些 要研究的范围太多了 你一定要把这些研究的资料 怎么样分散下去 分散给所有的研究人 你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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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家阅读完以后 把重点挑出来 做一下报告 再统整成一个view 这个东西就是团队的意义所在 一个人能做的事情太少 但你今天把工作拆下去 面面俱到 每一个地方都有人能够帮你照顾 哪一个地方开始出现了警讯 或者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讯号 马上都有人能够出现 来跟大家做追踪 所以就是股市要打群架 不然的话你一个人再怎么努力 如果你努力错方向 你反而会变成做越多 做越多 买到错的股票 交易心态又不对 交易方法又不对 不喜欢停损 找不到好的产业 找不到好的公司 那你呢 做得越多越努力 每天看着股价涨跌 说真的对自己的资产累积 一点帮助都没用 好不好 所以这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 不是说大家一定要跟着我们操作 而是你在心态上面跟观念上面 你要做出调整 那你做出调整了以后 你才知道自己的交易策略 应该要怎么去做调整 因为如果你以前呢 发现自己的操作 好像绩效一直没这么好 那难道它会忽然就变得很好吗 它中间一定有一些方法 或者有一些问题是没有解决的嘛 所以呢 事情不会忽然变好 一定是你在观念上 要先想通了 那你呢 针对这样子的观念想通以后 再去对你的行为做出调整 你的这个操作绩效 才有办法去做改变嘛 人不可能忽然开窍啦 一定都要有一些契机 所以我们讲这些心态的分享 不是说大家一定要跟着我们操作 而是呢 如果你有这些操作上面的问题 你应该要先静下心来思考 把以前自己这些坏习惯先改掉 再去做交易 好吗 那最后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把这个投资朋友的问题回复一下 因为有几个问题真的蛮有趣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呢 有人问说 政二的绩效看起来是比原型还要来得好 那但是如果持有政二的标的 它的风险有哪些 这件事情啊很有趣 因为股市在大涨嘛 那你说政二直觉上 我们如果台股涨了20% 那政二要涨40% 所以绩效一定比较好 那风险在哪里 政二的风险在于震荡盘 如果今天股价是这样上上下下一直起上上下 就是一下涨一下跌 一下涨一下跌 政二的绩效呢 会明显落后于原型的ETF 我们直接跟大家举例 假设呢 政二跟原型一开始的净值都是100块钱 好不好 都是100块 上面是原型 下面是政二 然后呢 假设 我们假设今天台股没有涨跌 没有跌停板的限制哦 涨跌都没有限制哦 我们假设 所以呢 假设有一只股票 一天跌了40% 所以呢 净值原型会从怎么样 跌40%嘛 就是跌40块 所以从100块钱呢 它会变到60块 那你的政二呢 是两倍嘛 但最终它单日的这个报酬率是两倍嘛 所以政二要跌多少 要跌80% 所以政二的净值只剩下20块钱 诶 那后面呢 我们看到了 怎么样 它把它再涨到80块钱 60块涨到80块 原型的ETF 60涨到80 涨了33% 涨了33% 所以净值回到了80块钱 那我们呢 一样啊 政二的呢 20块钱的净值 因为呢 它的这个报酬是 原型是33%嘛 你要两倍嘛 要66%嘛 净值要涨66%嘛 所以20块钱涨66%是多少 33.2 诶 对不对 一个先跌40% 再涨33% 一个呢 就变成跌80% 再涨16% 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 绩效 最后原型的这一个 这个原型的股票 多少 你从100块到80块钱 你是赔20% 政二的部分呢 从100块钱到33.2 不好意思 你赔67% 所以呢 一个赔20% 诶 政二不是应该赔40吗 不好意思 不是 你要赔67% 为什么 因为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政二的这个绩效 它是追踪单日报酬 它不是追踪总报酬 是每一天变化的两倍 所以在净值呢 你在波动比较大的时候 它的净值呢 就会脱离原型的ETF 它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跌40涨33 跌80涨66 不好意思 一个绩效是跌了20% 一个绩效是跌了67% 怎么样 三倍 绩效是差三倍 所以持有政二的风险 在于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政二的绩效会落后 原型ETF非常的多 这个我们跟大家稍微做一下说明 另外的话呢 就是关于这个 技术线的这个分析 那我们必须讲 因为你在投资的过程里面 有太多的资讯 你有很多的流派 你要看筹码也好 看技术线也好 那我们自己喜欢化繁为减 大道质减 其实你要操作上面的心态 就是那些 你只要具备了我们刚刚讲的 这些良好的心态 还有好的交易习惯 说真的技术线不代表什么 你看到KD黄金交叉向上 看到RSI怎么样 在超卖区准备要开始黄金交叉 这些大家都知道叫做什么 你要买金的讯号 但你如果一直全部百分之百 照着这些技术指标的讯号去买进 我相信你在股市里面赚不到钱 赚不到钱 所以大家不要预设立场 也不需要被股价的涨跌干扰 你要做的是去找出那些风险 报酬笔 漂亮的股票跟交易去做 那你该买就买 你该停准就停准 照着形态去做 顺势交易 只去做那些呢 有机会表态 笔步已经打好了多头的股票 那剩下来的技术线 不是说它不重要 技术指标不是说它不重要 而是你不能百分之百相信 你应该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参考 来去当成一个辅助 真正要去做交易的呢 就是设好你的停利跟停损 抓好你的风险报酬笔 好不好 所以技术指标可以参考 但是呢 你不能完全照着它去做操作 那最后的话 就是也是蛮感谢投资朋友啦 蛮喜欢看我们的节目 说真的在盘中呢 愿意跟大家做分享的人 比较少一点 因为盘中大家都比较忙 那我们认为在盘中 做的一些节目的解说 那大家看到我们的节目 你还有机会能够去做一点调整 那至于你说我们盘中解说 我们又没有等到收盘 所以可能我们在盘中讲的是这样 那结果收盘的时候又变得不一样 但那些东西没关系啊 因为我们重点是要跟大家讲 我们的逻辑 至于观点正确与否 这个东西让时间来去做验证 更重要的是 能不能在盘中的时候 来帮助大家去做一些交易上面的调整 所以我们是感谢所有的投资朋友 对我们就是这段时间以来的支持 那我们在未来也一样都会在盘中 来去做解盘的动作 还有一些做一些资讯上面的分享 来去帮助大家在股市里面赚多一点钱 好不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析 那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赶快订阅起来 想要拿我们免费的研究报告的投资朋友 还有更多资讯都会放在我们的群组里面 希望所有的投资朋友都能够跟着我们频道 一起成长一起赚大钱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拜拜 星期六晚上九点 台股抢先报就在我的个人频道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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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